黃一平進來當局長的時候 我做我們那個叫總工事 總工程師事 黃一平進來的時候 我想說這是哪一號人物 我google他名字的時候 你在總工程師事裡面 我嚇尿 就是大門在這 黃一平的局長是在我左邊 我後面是邵秀沛還有一些總工程師 你跟邵秀沛一起辦公過 你是都發局的人 然後我看到黃一平來 我去google他是誰 我整個嚇尿 他竟然是中工董事長特助 因為我在都發覺 我當然知道臺北市有哪些工程 是中工得標的 那這個其實有甲方乙方的關係 你今天請了一個乙方的董事長特助 來擔任甲方的一個 等於說求援兼裁判的意思 就是說我標到工程 然後我現在自己來監督我的工程 這絕對不行的 那時候有幾個案子 柯文哲手上中工得標的工程 第一個是北捷新一段東延段 就是我們現在紅線 從新一路這樣往東延伸的那一段 那其實有淺頓工程 就大概是五十億的經費 再來是內湖 河濱 高中 就在這附近 那這個發包大概是二十六億 也是中工得標 再來就是剛剛講到的雨果市場是五十億 而且這五十億是減相發包 這裡已經拿三條A了 還有另外一條A就是金華城 所以柯文哲手上有四條A 就是鐵支了 這個事情會不會出事 當然會出事 我在都發局我清清楚楚 這個所有都是都發局的業管業務 你請一個乙方的董事長特助 來幫你執行這個業務 這一定會出大事的 就不要說你以後要選總統 然後黃珊珊那時候還在選台北市長 然後柯文哲大辣辣在選舉的時候 還去參加金華廣場的開工典禮 動途典禮 而且在動途典禮的時候 狂吹就打電話給建管處說 今天這個執照在開工前 前一天一定要發出來 拜託去問一下建管處的同仁 他們那一天是不是一定 一定要吹說老闆名字要去開工 今天一定要把建造發出來 拜託檢家去問一下建管處是不是 檢家開船你灌聯 我不在建管處 可是這些建管處的同仁 一定就是這樣 這個無庸置疑 因為建造就是前一天發出來的 是 今天我們發現台北市的公共工程 很多怪事情 比如說金華城桑山的住宅 桑山的工業 桑山的用地 最多就是五百六的容積率 為什麼可以開放到八百市 比如說四北科的土地 T16 17 18三塊地就在隔壁 為什麼17 18不用企劃書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得標 更怪是雨果市場 雨果市場 我們今天簽約 我們大概有機會要蓋到八成了 我們就一次把八樓都蓋完 為什麼我們台北市政府 去跟中華工程 也就是省慶經驗公司 簽一個合約說什麼 六樓以上的工程 我們帶本契約後續擴充 另行議定 這不是很怪嗎 哪有這種事 所以變成是非常多的工程 都用特定的單位來拿到 對不對 包括沈欽欽 包括星光忍獸 各位想問林冠臉 冠臉來到我們節目 你說其實台北市都發局局長 歷任三個局長 第一個是林周明 第二個是黃警報 第三個是黃一平 你說在前面兩個局長之前都很正常 可是到了黃一平 就忽然整個畫風大改變 所有的決策都跟都市規劃法不符合 甚至大家最後踢爆 黃一平竟然是省慶經的特助 黃一平當都發局局長的時候 你剛好在都發局服務 黃一平進來當局長的時候 我做我們那個叫總工事 總工程師事 黃一平進來的時候 我想說這是哪一號人物 我google他名字的時候 你在總工程師事裡面 我嚇尿 就是大門在這 黃一平的局長是在我左邊 我後面是邵秀沛還有一些總工程 你跟邵秀沛一起辦公過 你是都發局的人 然後我看到黃一平來 我去google他是誰 我整個嚇尿 為什麼他竟然是中工董事長特助 因為我在都發局 我當然知道台北市有哪些工程是中工發報 中工得標的 對 那這個其實有甲方乙方的關係 你今天請了一個乙方的董事長特助 來擔任甲方的一個等於說求援兼裁判的意思 就是說我標到工程 然後我現在自己來監督我的工程 這絕對不行的嘛 所以我知道這件事以後 我就打了一個報告 就往市場試敲 等一下你打過報告交給柯文哲 就是往11樓丟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真的到柯文哲手上 可是我相信 但是這個就是石城大海 石城大海 你那時候就提醒黃一平是中華工程董事長特助 也就是審信金的特助 叫台北政府小溪 對啊 好 那時候有幾個案子嘛 柯文哲手上中工得標的工程 第一個是北捷新一段東延段 就是我們現在紅線從新一路 往東延伸的那一段嘛 那其實有潛頓工程 就大概是50億的經費 再來是內湖、河濱、高中 就在這附近 那這個發包大概是26億 也是中工得標 再來就是剛剛講到的雨果市場是50億 而且這50億是減相發包 這裡已經拿三條A了 還有另外一條A就是金華城 所以柯文哲手上有四條A 就是鐵支 這個事情會不會出事 當然會出事 我在督發局我清清楚楚 這個所有都是督發局的業管業務 你請一個乙方的董事長特助 來幫你執行這個業務 這一定會出大事的 就不要說你以後要選總統 然後黃三三那時候 還在選台北市長 然後柯文哲大辣辣在選舉的時候 還去參加金華廣場的開工典禮 動圖典禮 而且在動圖典禮的時候 狂吹就打電話給建管處說 今天這個執照在開工前前一天一定要發出來 不就是這樣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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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陳又欣律師說 這件事很奇怪 為什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八號才拿到建造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九號就動圖 你說錯了 是反過來 先決定動圖 我在決定建造 要在鬥土之前 你說柯文哲打電話來吹 拜託去問一下建管處的同仁 他們那一天是不是一定 一定要吹說 老闆明材要去開工 今天一定要把建造發出來 拜託請大家去問一下建管處 哇 建道才傳你灌聯 我不在建管處 可是這些建管處的同仁 一定就是這樣 這個無庸置疑 因為建造就是前一天發出來的 為什麼會在前一天 因為大老闆明天要參與 你不能開一個違法的工 對啊 不能開一個違法的工 而且你明天就要去跟那個 這個沈慶欣見面 柯文哲如果遇到沈慶欣 沈慶問他說 我那個工廠的建造 到底怎麼樣 柯文哲不可能說 我在拖幾天 一定就是開工的時候 送一個禮物給人家說 建造昨天已經發了 今天已經傳遞到貴公司 柯文怎麼辦手禮 是不是這樣 難怪 10月18建造 10月19開工 11月1號 阿伯的秘密贈冊 就有1500萬的登記了 這個2022還是什麼時間 黎柯文哲卸任 就僅剩兩個月 通常這兩個月都是看守期間 不會進行什麼重大工程的決定 對吧 而且局處首長是在前六個月 就凍結了 不能再換局處首長 而且重大工程一定是這樣 半年 半年以內 卸任半年以內 這些重大工程 通常都不會動 會留給行政材料 留給下一屆的市場去決定 預算 通常也是這樣嘛 所以這個是非常有蹊蹺的地方 再來我覺得魚果市場更精彩 哎呦 什麼叫減相發包 減相發包的意思就是投你到一半 然後要再給你加錢嘛 就我剛剛講的 換過來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叫做追加預算 對 現在追加預算的權利在哪裡 在這個 柳議員 那個 蔣萬安市長的手中嘛 對 蔣萬安如果要追加預算的時候 他會不會說 這個張我到底要不要蓋下去 還是他說他把這個張丟掉 或說給李四川來蓋假章 讓李四川去決定要不要追加預算 對 這個都是一個爛攤子 所以我覺得 這是民眾黨跟國民黨 呃 跨黨派的政商關係 不然蔣萬安如果要自清的話 他大可以請黃一平去當參議 或把黃一平換位置 把這些事情查清楚以後 說這跟中共沒關係 現在独發局長還是黃一平嗎 他調到公務局 公務局是什麼意思 這些工程又歸黃 黃一平管了 因為發包工程驗收追加預算 又跟黃一平管了 所以呢 我我把我看到的事情說出來 大家沒看到嘛 鍾小平 游淑會狂打柯文哲 我認為是要把這個鍋推給柯文哲 但是沒有想到的是 其實黃一平 如果真的要撇清這個關係 蔣萬安大可不用黃一平 那可是我覺得蔣萬安 一定要用黃一平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重大理由 就是說這個人他們不能拒絕 第二個是他還有任務要完成 等任務完成再把黃一平移送 然後再來是 彭政生昨天被陳佩琪說 都是專案經理人的錯 因為柯文哲沒有都市計畫專業 沒有工程的專業 所有事情都是彭政生決定 我在這邊宣告 彭政生他的家人跟朋友說 彭政生現在已經變成第十三代可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現在對於泄密這種事很敏感 你的言論我們節目不被說 彭政生現在擠壓紀念看不到家人跟朋友 好就他的家人跟友人 我沒有說彭政生 他的家人跟友人都變成都變成可黑了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在調查期間都很清楚 把這個公文調出來 這是一零九年 假如是二零二零年金華城便當會之後 彭政生開會的時候就說 陳情案無法透過研議來決議 這個一般都市計畫案件 還是要應該透過相關的法定流程 然後去做都市計畫 然後進到都委會裡面 好彭政生這樣踩 再來曾光宗是這樣說 呼應主席 主席就是彭政生所說 本案非審議案 所以剛剛陳情單位回應的不合理 主席沒有暗示陳情單位 應該怎麼辦 好所以曾光宗跟彭政生都說 我沒有暗示 也沒有指示 重新回到都發局去做審議案 光這件事 彭政生認為他被柯文哲栽贓 是 那現在所有事情都導向說彭政生做的 好再來 有一個消息 其實柯文哲辦公室放的 好 彭政生從高雄市來台北市 其實他財產增加了兩千萬 這個兩千萬 據他的家人是怎麼說 因為彭政生一個月十六萬 他住在官社又沒有什麼花錢 所以一年大概可以存快兩百萬 所以八年大概就是快兩千萬 然後彭政生自己還賣了一棟房子 這些事情加起來就是兩千多萬 這些事情柯文哲全部都知道 可是為什麼他還放這個消息 你說現在有個消息放出來說 彭政生多了兩千多萬的財產 這個都是財產申報的 這都是財產申報的 那其實這個就是柯文哲要殺彭政生的 對 所以他們現在真的 他們家人跟朋友就是非常非常的活大 是 所以 那你就知道 如果彭政生變成柯黑的話 這件事情會有多可怕